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嘉宏的自然解說 那今天這班騎士在野狐的對局 我是拿黑的 那前面一開始我走一個二連星 看看對方是怎麼開局 是也要下二連星嗎 還是走個星小木什麼的 喔對方也走二連星啊 那這樣我就 掛一個 那掛一個的時候看他是要普通的 小飛啦還是反夾 或者再掛過來 甚至點角應該也都可以 喔那他選擇小飛那我左上再點個33 再點33的話他擋哪邊的定時好像都有 或者說 擋哪邊的佈局方式都還可以 看看他的選擇吧 我今天這起是一個30秒的獨秒所以 時間上來說可能要充裕一點 喔他選擇擋左邊那我就爬 那爬的時候看他是想要飛嗎還是說 長 最近是長比較流行啦 那當然飛也是一直都有的下法另外普通的斑當然 也有 但斑這首最近已經比較少見了 如果斑的話根據AI的下法 根據AI的好像覺得只有斑連斑才比較好 如果他用普通的長的話 我記得在AI的給的勝率是扣比較多的 所以他現在可能會連斑嗎 喔他還是選擇長那這樣子我就再爬 再爬那他應該也只有再長 那接下來我看是要逼在這嗎 還是說 走遠一點 我可能選擇B在這好了 B在這的好處是下一步可以 點過來 喔可以點過來 可能爬完一下再點過來吧把他這邊虛成一條棒子 這樣總是 還不錯如果有虛到的話總是還不錯 那他看是要反夾過來嗎應該也只有反夾過來總不可能你在這邊夾吧 他總是要在這裡反夾吧 喔先單立先單立那我就爬 這棋是不能直接擋回去了擋回去被他拐先手那黑棋哭出來 所以必須先爬一下 那爬的時候他基本上也只有退 喔基本上也只有退 那等他退的時候我們再擋回去 9 8 那這棋肯定是必須要擋的 不然這棋被他拔一起給跳進去 我如果再爬他這扳下來局部可能不好活 要活也是那種很委屈的什麼爬了夾出去之類那 那肯定不能看 所以我這必須要擋一個 那擋回去的話這拔一起掛也不是先手 局部活的 還算蠻健康的 好那接下來 我覺得他還是要往這裡夾吧 感覺上 不然 拖先夾下面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喔 最後還是選擇左邊的夾一個 這首當然也很正常 我現在在想我這首點會不會有點過分啊 點被他反點過來我貼他 他撞斷嗎有沒有這可能性 總是要算一算 如果點呢他能將我在跳起來這黑騎當然是很不錯但是 總覺得不一定虛的到虛被他反跳我貼他 中了斷掉 我覺得不太好站得動 但最後還是虛了 最後還是虛了 如果跳的話我到底怎麼硬 他如果跳的時候我們可能比較 比較有彈性的外面飛一個什麼的 就在看吧 總覺得他反擊的可能性也也很大 他還是沾那這樣我跳一個 這樣感覺是黑騎還可以啊 這下有虛到總是還不錯 感覺好 那跳這個下一步看他是要左邊跳嗎 還是 走哪 這幾顆白騎應該不是很好攻吧 感覺上 哎呦直接正在我頭上 感覺也挺兇的 這個騎我 先出頭吧 先把這頭給走過來 還是要走這裡 走這裡他會搭住之類的 跟他交換一個也可以不然如果直接跳啊他是不是雙肩一個 雙刺一個然後什麼衝斷好像有點複雜 雖然他不一定能行吧 我交換一下再走出來是不是比較穩妥 也不知道 中盤的東西 挺複雜的 除非問AI不然很多事情是很難有答案的 我再出了 那這其他普通就是 回跳一個那當然 跳中間繼續攻擊應該也還行 這邊等一下不知道我們可能 再搬出來 我搬出來被他虎 整退的話 這形狀有點差 不曉得會被他斷掉 斷一個整形 好像不一定好走 他往這虎一個 他往這虎一個 那我們有可能靠斷他這個 靠斷他打了針 好像也不一定OK 他覺得這裡有點薄 跑就火一下 火我一下是挺討厭的 我說這邊靠斷神 打了針住 算了還是先擋住好了 不要衝進來 他就變聚厚了 現在左邊這塊起的 自顧 有點討厭了 想趕快把它走好 左邊看他要不要跳一個 如果不走的話 我可能就要點 用點的 靠斷好像不太好 我可能用點的 點在這個位置 點在這個位置 是不是算是 奇形要點 感覺還可以 如果能夠直接在左邊搭一個小堡壘 是最好的 直接就地握倒 如果 因為你一直往外跑的話 總是跑單關 沒意思 直接點過來看他怎麼硬 如果擋了我就貼過來 那你貼我就 我就爬回去 好貼我就爬回去 然後這個他敢板下來嗎 板下來我斷他立下 我板過來總覺得 黑棋肯定可以吧 這他應該不敢板下來 那這樣子 是不是黑棋能夠有 在左邊有一個 自己的家 能夠有自己的家還是 挺好的 退回去了 退回去的話 我撞住他可能會漏進來 有點不爽 如果飛下面呢 飛下面他搬 我斷他立下 攻殺我好像不行 我飛他搬的時候 我可能只能搬下面 這樣應該還行 對這樣應該還行 我飛他幫我 反反下面他衝我可以把他斷掉 所以他只能沾回 那我擋住 這樣 局部演行還是很充分的 他現在如果拐左邊 那我們就再頂住 拐左邊有可能是後手 不一定 我可能還是會硬住 左邊局部安定 這樣應該還行 本身我空撈的不少 左上有 八木起 左邊也有個 六七木吧 應該總是有個十幾木起吧 好那接下來左邊踢一個 他就是想攻擊我 攻擊我左邊這一顆紫 這起我敢 敢藏起來 藏起來他肯定要夾攻我 那我肯定是 很苦感覺上 現在我不知道我們可能走個場合手法 我走一個場合說話雖然局部是很湊離不齊但是 我覺得在這種場合說不定還行 因為我之前也有看AI下過 類似的棋他就是 不想被人家攻擊然後他就直接搬了打一個然後就就就就拆邊了 所以我覺得 嘗試看看說不定還行 好 不過千萬要注意啊這種棋不能輕易下出手因為局部來說算是 蠻臭的棋讓人家 腳圍的 很舒服 好那我 我走完之後 拆出來 他如果要再打路的話我們就蓋住 左邊一些殘子可能就棄給他 可能是這種想法 看一下 還早 這棋其實前面控撈比較多所以接下來必須盡量走後 因為他 也是有些外視 看他怎麼發揮的好吧 哎呦他普通掛一個 掛一個的話我如果說用假的被他鑽進腳裡那 總覺得那樣子 有點怪 有點怪因為我現在走出一排外視的話沒什麼意思 被他這邊幾乎都抵銷掉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普通的飛一個比較正常 我夾一個他點進腳裡走外視總是沒意思 所以普通飛一個那 看他是要拖進來嗎還是說 拆外面 應該都還行 這對手看起來像是一個 下的比較慢的 都深思熟慮的感覺 哎唷 走右邊的掛 嗯 走右邊的掛我如果飛一個被他 布一個好像 感覺他右邊的布陣還不錯 當然在現在 AI的時代好像比較沒有人care那個東西 我如果夾進去其實也未必好 夾到被他跳一下然後再 飛一個一夾什麼的 說真的也不一定好 我可能還是自己飛吧 其實飛的話也能夠有效的去 去 去怎麼樣限制他左邊的發展 那你拆一個就讓你拆吧反正我打進去 這是什麼東西也還很難說 或者或者靠連班 好那現在我肯定是必須打進去吧 打在哪 看一下 針子 我如果靠連班這裡的話我兩個針子好像都有力 應該還行吧 走這裡 我本來是想說如果直接打入的話 如果直接打入被他蓋住然後我挖他有可能我在下面右邊能夠洗一塊但是這樣中間的勢力他好像太浩瀚了 加上左邊的發展 總覺得讓他走出一排中間的牆壁可能不太好 所以我可能用靠連班的 那看他怎麼應對 其實起初的班他也有很多種下法比方說像實戰的單立或者是長拉 班中間也都有 然後他最後選擇立下了 立下的話 這起要怎麼下 說實話我基本攻勢還是不怎麼樣 我基本攻勢不太好 這起我有點不到下哪 跳一個是不是起 我也不知道 剛有點想要以蓋藏起來 但也不知道好不好 最後選擇一個樸實的跳起 想說 畢竟外面他人比較多嗎 不太想跟他開戰 若能簡單溜掉的話就還不錯 看他要不要挖沾什麼的 對方用了一次 跳起 那他可能還是想繼續攻擊我 這要不要先踹他一下 通常看人家跳起的話就想踹 因為 這起如果被他跳到再點33的話 挺嚴厲的 點我擋他再爬 挺嚴厲的 所以我可能要踹一下 我踹也有個壞處 就是他簡單煎一個 這他下面已經連連絡非常完全 那出來他如果 如果他煎的話其實也還好 反正他連絡完全但是他對我腳上 傷害比較小 如果他是利用力的話對我腳上傷害會比較大 他是選擇用力的 將來可以點 點我就擋 然後他煎回的時候 我再拆一邊 算是一個局部的小定勢 接下來我這邊是要虎嗎 還是有可能用跳的 虎他肯定虛我 我覺得還是要虎 下一步下一步再跳過來他只能走下面 這虎過來 感覺比較有力量 因為現在畢竟我各處比較沒有什麼姑奇 如果真的要開戰的話 如果他真的要殺我什麼的 總覺得黑旗也還能應付吧 這邊我看是要貼他還是簡單贊助 這邊我們可能貼一個 貼他總不會斷我啊 這我打幾下衝過去 貼一個可能要好一些 可能要好一些 贊助的好處是 可以下一步直接貼下去 把主度 我想說主度他好像也意識不到 他這個其實隨便往外走 就就可以安定 我應該沒有必要去阻止他 現在起總之空音還可以 總之就是中間這條要能夠安定的好 他現在搬這個 那他顯然就是說我虎怪他可能要吃我 是這個意思嗎 吃到就讓你吃吧 我這邊就讓你吃了 你如果真的真要吃的話那我可以往這吹一下 也挺舒服的 而且他這個打完還不能虎 然後我這邊有一點 所以他還只能用沾的我覺得他吃這個 意思不大我覺得有點雞肋 有點雞肋的地方 所以他 好像也是決定不吃 暫時不吃 好那這樣我要不要救啊 就他站住 接口了 我 就的話總覺得 暫時不是很雞 我可能先過來 現在貼布 再貼布他如果退的話 他是起退不退 他如果退到我想 往這邊再提一下 我如果現在去救的話 感覺被他虛一下 很討厭 所以我暫時不想救 因為我如果不救這顆子的話他單虛 我跟我接著交換他他等於賣掉自己自己斷死這顆的權利 所以他暫時應該不會那樣子下 但是我如果一去救了他就會馬上來虛我 所以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地方 所以我暫時先不去走這裡 這邊就只是一個木樹 對不對 我現在有點在想再搶一波扣 然後 中間有點像 拖先一步吧 先去搶右下 那右下看他是 怎麼下 應該單立 局部應該是單立 但是看他有沒有想要搶先手的運氣 或者直接拖先也是有可能 看他的想法 他還是選擇硬了一步 硬了一步 將來點腳的時候 我可能就用擋的 跟這邊的像法比較不一樣 可能用擋 好那我現在中間看是 要不要處理呢 嘗一下 這邊稍微嘗一下好了 他如果貼的話 我再虛一虛什麼 應該還是會貼吧 嘗嘗一下 好他選擇貼住了 那我就 往這邊點 還是要往這邊點 點一點好了 點他如果是沾的話我這種交換肯定通常都是不虧的 我只能說通常因為說不定有些例外什麼的 所以通常都是不虧如果如果他肯沾住的話其實他應該還是 我覺得反抗的話有點不治 他還是沾住那我們再點過來 哇這把他這邊虛成一排單關還是很舒服的看起來 不然就他這邊還有一些厚的起現在 全被有虛成棒子 那還不錯 這邊我看 我剛剛在想出了單舊的話有沒有可能虛擬 虛擬到我這樣我直接把這顆給吃掉 有沒有這可能性 不過被他接到這顆的壞處是腳上有點薄 8 7 6 5 4 3 2 1 我乾脆直接搶控一波算了 這擋住或者這裡擋其實 都挺大 乾脆再搶控一波 因為我覺得中間他要攻我的話 好像也 不是很好攻 說我搶控不知道我們可能剛剛應該吃一個 因為吃一個本身也挺大 白顆救回來 而且 把自己中間 多做一些眼味 可能更好 有可能更好 但右上點一個本身實在是太誘人了 這個起 很大 喔 還是來左邊管 那我就把這頂住 左邊這應該活得非常健康 沒有問題 上面都還有眼味 肯定是健康都不行 這起白旗 去哪裡找控呢 我覺得他現在控應該有點不夠 感覺上 我覺得 果然是搗亂過來了 這個下面打入 特別大 特別大這起 這起可能只有蓋主 走別的話好像會被他吃的有點大 那接下來看他是要挖還是怎麼樣 挖還是 長嗎 挖的話我 我沒可能吃一下 然後他打就打 形成一打結 還是怎樣 他選擇用長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擋住 還是我沾頭上 沾頭上他如果肯爬我再把這頂住好像黑漆還行 我沾頭上他也可能頂回去 我可能粘住吧這起必須得粘 如果他頂回去我就再擋住這樣好像還可以 還可以忍受的損失 那如果他爬過去我就頂住了 他跳我就 退 就讓他在下面做活 他頂回家 那這樣子 就頂就擋住 要不要沾一下 沾他吃我打一下再拐一處 不知道 就沾一下好不好 算了單吃好了 喔單擋好了 他如果要吃到我們在 在搶這個 看他要不要在這裡花一手啊 我是覺得 我就覺得他在這花一手好像稍微比較沒意思 那他如果不下我們等一下再去沾 沾完打吃沾一下就交換掉 喔他還是花一手 這樣子 我們可以搬一下 我們可以去搬一下 搬的時候他可以他可以反搬 搬的時候他反搬是沒有問題 總覺得好像還是讓他吃有點多 不過確實是他一直存在的手段 我也沒有搬 總共再連搬他 不然等一下被捶 他用沖的吃有點不爽 搬他一下 我選擇在下面搬他一下他如果 他如果擋的話我再沾住那等一下可以沾一下 可以沾出來 等一下好像不行 啊不對這步棋有點臭 沾邊搬被他擋的話這我沒東西啊 裡面是沒東西的 有點臭啊這步棋 這步棋 不知道在幹嘛 哇這步棋非常臭 這步棋不知道在幹嘛很臭 算了 當作沒看到那步棋 現在還是直接拖先 現在空應該還是可以 而且黑棋比較沒有 太薄的地方 因為我這邊又多了一些後勢 對中間接應應該也是有好處 剩下大棋可能是往這邊吃吧 好像也沒那麼大喔他還是吃 那吃的話我我挺想虎他的 非常想虎他這個 他現在還只能沾了是不是 或者他現在也可以擠掉 現在擠的話比較不虧 擠完他還可以虎上 他還是選擇沾回去那這樣可以 把這個虎一下 虎這個應該是舒服 虎完去哪裡收官 我們不知道 感覺茫然 不知道 不知道哪裡到 而且我虎了他這起勢印在哪 在哪比較好是不是要跳一個 貼過來 貼過來 貼過來那我衝吧 扳的話也沒什麼便利的 那衝他應該就只有跳了吧 他這起貼過來可能是想要 一方面破壞我中間原本有的潛力吧 不然我本來虎過去如果在中間 在飛或者在跳一個 好像中間也是能圍出一些東西 所以他順便破壞我的潛力 而且等一下還可以再長一下 我長 長的話他這邊兩顆要掉 那他應該不會長 說錯了 他應該不會長 那我就把這些先手力都給走一走 那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如果去右邊扳的話 也不好 右邊扳他如果退 那這樣子他等一下就可以長到這一下 所以我現在肯定不會右邊扳 反正這起他也不能板鈴嘛 板鈴被我一衝他是掛掉 所以他也不會去走 那我們就沒必要走 ㄟ他還是去右邊長 這樣子 我黏住等一下我衝了衝他這樣子不是會壞嗎 這樣他等一下兩顆會掉 不過他可能還是更看重這些 黑棋 被長掉之後有一些保衛之類的吧 可能這樣子 確實好像黑棋被捅到的話 有些保 有些保 我可能在中間走些棋子 稍微走過來加強一下 中間 甚至 說不定能長出一些潛力 如果是那樣的話 就還不錯 而且他這條其實隱隱約約還有 還有一些保的 我剛剛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上面拆二更大 也是有可能 拆二體結局挺大的 哎呀被他走了 被他走了 這球是搬中間還是搬下面 應該不太肯搬中間吧我感覺 搬中間說不定他還要反夾進來什麼的 挺噁心 走這個他如果搬下面的話 我就虎下面算 我就虎下面算了 最近這幾天一直下雨啊 瘋狂的下雨 嚇得我人非常難受 特別討厭下雨天 受不了 他是起如果搬到我可能 打一下之後再沾住是不是比較好 打一下再沾住他好像不太好吃我這顆子 是不是 感覺還行 打一下再沾住 那這樣子 他直接針的話好像打不死 來來來來來來 對他確實打不死 如果整退的話 我是不是還可以立刻貼出 只是 立刻貼出也不一定便宜 就看一看 再看一看 9 8 7 6 4 他還是退了 那我到底要不要動 貼了貼 我貼他又可能拐 立刻動出不見得便宜 我覺得 確實不一定好 8 7 6 5 4 3 2 1 在這邊走個起 畢竟他這邊也沒什麼木樹的地方 下面還有爬什麼的 不過爬那就擋 他好像往這走一個也挺大的 感覺 那我剛還是應該走幾下 至少應該走幾下 比方說 飛一下什麼的 好像還是應該走 但這裡確實也是 不小 被他這一拐好像腳上有點噁心 嗯 喔 點一下 很討厭 撞住是沒有 這樣 撞住他場我在跳 好像還行 用靠住的是不是比較好 幫我退 沾我 看要拐還是 沾住 不知道哪個最好啊 剛剛如果直接撞到他 他長我跳 也是都 都會被他有一些利用吧感覺 就不確定哪個最好 而且他現在沾的時候我是沾在這還是拐回去 也是一個頭痛問題 我都拐回去然後他斷一下我這邊要收起 虧了一些木 但是味道非常好 那如果說他沾我沾的話 貼了斑 喔這等下被他貼了斑 編道貼了斑也是特別討厭 特別討厭 算了算了還是拐一個得 默認損失 他斷的時候我可能用尖的這樣 好像比較便宜 對 這樣好像比較好 這起空到底還行不行 好像就 沒什麼優勢了感覺 尖在下面 這樣他 等下斑的時候我可以爬然後沾的時候我可以直接團住 虧的比較少 這對手下節奏特別特別慢 感覺我好像已經錄很久 飛這個 非常令人不爽的一手機 想把這裡救出來 救出來的話感覺好薄 還是把這邊去靠住 這邊就讓他圍了 我管還是應該剛剛這邊飛幾下的 飛幾下 飛幾下有好多啊 上面沒什麼木 或者我前面這手飛也不要下 上面拆個2 不拆個1 挺大的 我就先把這顆拉回來 總不要連這顆都不要吃 把這個拉回來 這邊這個長到好不好 還下面沾一個 下面虎一個 我虎的話對於上面的味道比較強 沾的話下面 這邊是不是還有個斑 斑他如果敢擋的話好像不行 好 沾這個 下一步有個斑 還不行 就一步擠有必要想30秒 真是 對方確實下特別的慢 不過網路上就是能夠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吧 還是要去忍受 說不定對方也在錄自戰解說 所以這下比較慢 應該比較少 嗯 這棋確實沒什麼任何的優勢 下面跟中間我木都點多了 他還是把他圍住了 那這樣我們也把他走一下 跳好像不太好 被他衝了撲 欸有可能單頂 單頂在爬回來 我單頂他會尖我好像不成立 不成立的 默默他一下 算了還是爬吧 就好像就只能爬而已 單頂 確實也不行 被他尖 爬就斑吧這不是一秒鐘的事情嗎 總不可能還拖先吧 那他如果硬的話我們再看要走哪 吃這個嗎 吃這個也是有一定價值 還是要沾這個 沾這個 還是吃 搞不清楚 吃好了 吃他 吃他 吃完又落後手 喔他剛剛總中間貼幾下確實挺關鍵的 讓我中間完全成不了空 確實可能是好 但這樣子右邊就讓我吃了 這棋也只有力吧 莫非他還要打結 喔他是選擇拖先 拖先當然也行嗎 追追打也 也很大 有沒有可能打更大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先把這個充掉好 免得等下生出變速 現在充他都是不是都不一定會硬我 有可能往中間跳嗎 還是不敢 這我是不是還得沾 有可能還得沾 好像還是沾比較好 下一步有一些 味道 有一些味道 我他現在可能會打拔我 哇 這左邊兩個 被他嚇到 也有些不爽吧 這等一下馬上要夾進來了 我可能得飛一飛什麼的 我得飛一飛 有沒有更好的收束 飛到靠 飛這邊被要靠 所以這邊被要靠 可能還是 還是下這個 但他肯定應該靠 他肯定是會靠出來 那我看要搬嗎 搬完 走哪邊都是傷到另一邊 特別受傷 現在這起到底能不能撐到最後 感覺木有點不夠 因為他 他前面雖然木比較少 但是他憑藉的一些 一些權力吧 就 開始割出搜刮我 可能是要搬 然後貼了跳什麼的 貼貼然後跳 對方的節奏實在是太慢了 受不了 感覺對方不是用AI 但是 這節奏確實 也夠慢 看要不直接貼到底算了 還是說這有辦法跳住嗎 好像能跳 跳得住嗎 好像挺薄的 特別薄 這邊要衝了斷 衝了斷我也挺薄 啊但是不管了 先把他跳住再說了 管不了 管不了那麼多 衝了斷我打這個 他長 特別討厭 特別討厭 看他要不要檢討我 好像還是要來 他斷這個我不怕我可以退 這邊局部 暫時好像沒起 斷這個我好像只有打 欸他衝了 他衝那我就退吧 這樣的話是不是比較OK一點 斷我打吃他長 我應該可以把他靠住 應該不至於有大的傷害吧 立了那我就吃 起線木到底行不行喔 8.5 8.5好像撐不到最後 感覺上 好像木還是要差點 對不對 中間這邊要敲一敲感覺是不太夠 左邊就想立的 立了斷沾到 過來了 這個木數很鬆 因為下面還有欠這個東西 這邊還是先守住 這邊有沒有好的破控方式 點了斷 點了斷 沒什麼便宜 這只能放吧 這只能退吧 等等退了的話出事情 哇靠 不過他應該不會動吧 他 他會不會去斷了沾出來 這樣我斷的話 我可以拔兩顆 但是中間好像爛掉了是不是 中間被他斷開了 有點危險 看他要不要下 如果不下我等一下一定是要自補的 把這斷掉 對方這也太虐人了吧 哇他自補一個 自補一個 那我還只能補回去 哇天啊 這怎麼這麼虐心啊 這起還能下嗎 有沒有這麼虐人的 我補在這好了 他如果斷了沾的話 我貼一個 局部好像能活 欸不對 局部是死的 哇靠 斷了 斷了沾我如果貼的話 他這邊衝了衝了打 我直接死掉 哇靠 有沒有這樣在虐人的啊 這太痛苦了吧 這還只能補 哇 這肯定不夠啦 下面這邊要搬幾下我就不夠了 中間本來有的潛力萎縮成這樣 萎縮成這樣 太酷了 這個靠住好像也挺到 大的都給你下就好啦 真的是受不了 喔 喔 要哭了 左邊也被他立到 我本來很想立了斑斬了 沒走到 整個被凌虐了 這關子被人家屌打 後面的 應該是大關說的有問題了 整個被刀打 太慘了 跳路看他要不要補 我覺得他不會補 這不是很大 下面先板掉吧 他還補 說實話 說實話我剛剛雖然說他好像沒用AI但是 我不是很確定啊 說不定還是用 不過那就不是很重要反正重點是 鍊旗嘛 重點是我要鍊旗 鍊個旗而已 對方是人啊還是還是什麼東西都不是很重要 恩這邊就等一下 就只能用跳 擋了要被他擺一下 還擋不住 所以不行 太酷了吧 喔他還硬喔 我以為 這正常人類的思路總是想先搶下面 這其他不搶下面總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才覺得可能 不一定是人 這下面搬一個先手四目總是先下吧 不只四目好像有五目 還想先搶這下面吧 這被我逆收了總覺得黑姐心情很愉快 不過當然啦這個雖然說2.5但是 包括左邊會被虐還有左上扣一扣 這其實扣一扣我就輸多了 雖然有些不甘心吧 不過 確實也沒辦法 這被跳進來 這邊虐一虐就沒有空了 就輸多了 貼吧 他衝進去我們再把這個跳住 不過他可以先飛 先飛也很討厭 關子直接被收爆 超慘 你如果飛這個呢 我把這個扣住算了 你捅這個我就跳進來算 哇用靠的 用靠的確實更好 用靠的確實更好 等下可以直接打住 好像還是大關收的有些問題 對方故意用超慢的用石來 來難虐我 受不了不想再被虐 太難受啦這旗下的 好吧最後我們也是一樣用個絕一復盤吧 說不定我中間就不太行了是不是 這起難受 尤其對方下的節奏又特別慢 真的非常難受 哎 原來我從頭到尾勝率都不行 前面應該還好吧 這首我不知道該不該點 直接拖先算了 絕一下 直接拖先 也是一個選擇 反正局部也不會死 但我總覺得還是需要 去 去走出一塊旗吧 這算是一個場合下法 我不知道絕一的想法是怎麼樣 看看他的推薦 是不是應該還是要長 不知道 絕一讓我 我長完這下 那長完這下再來呢 點這個 這麼愛點 我絕一認為重點根本不在左下角 所以 直接拖先了 重點根本不在這裡 好吧 後面的一些東西 看一下這一步好了 這步有點不知道要下哪 原來這起從頭到尾勝率我都不太行 絕一始終認為這下要趕快去場 我們雙方 不對應該說我都沒有一直都沒有去走 好 可以可以 這邊這邊被點有沒有更好的下方 只有蓋住 蓋住的話 好 對 我覺得最有問題的應該是 應該是這步吧感覺 這步是不是應該要搶上面這個柴兒 或者飛起來 或者飛起來 走中間不對了 對嘛這應該搶上面 臭了 不走邊要搶 搶到上面就不太行 啊 又是被屌打了一把 最後應該 黑棋就盤面好一點了 好吧 那這番棋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